你别乱说啊 陆思诚 我告诉你 跟别人表白 不是用这样的语气 这样的表情的 孔雀求偶都知道开评的 你怎么能这样 哪样 凶 那我温柔点 你就答应了吗 你看 你沉默了 我真的想把简阳和许泰伦 拉出来打一顿 关他们什么事 你找个镜子照照看 你刚刚的表情有多可怕 原本好像在等等 至少拿个总款军什么的 才跟你说 现在好了 看到你这个表情 我就知道不行了 要是再来个许泰伦这样的 不用等到总决赛 你就已经皈依我佛了 毕竟这个圈子里面 人渣也挺多的 不像我 嗯 我很好的 要不等到全国总决赛 拿到冠军之后再说吧 天时地利人和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你该吃药了 你这人有没有原则 早在你上次问我 是不是一个无所畏惧的 完美人设的时候 我就已经说过不是了 如果我坚持原则的下场 是看着我心爱的女人 跑去尼古湾里面敲木鱼 那我坚持原则干什么 坑我自己吗 所以 是我自作多情 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那为什么要在椅子后面 装作一副被抛弃的小狗的语气 让我不要去见相亲对象 那我是要被拒绝了 不敢 那你答应我了 也并没有 那我知道了 你只是单纯的想被揍而已 你看 就是这种语气 队长的语气 队长的语气 队爸的语气 老爸的语气 随便是什么语气 反正就是不像男朋友的语气 我说的男朋友又不是说你 你笑什么 把嘴角放下来 你收回